哈喽同学 来追题 某高中总共有2700位学生 已经知道有1620 1620位男生 然后呢 1080位女生 想从中抽取 120位学生做样分 按照男生女生的比例 3比2来抽取 在男生的部分呢 抽出 120乘以5分之3 就是抽出72位 女生的话呢 就是抽出2分之2 就是48位 那么这120个人 就是我们要的样本 请问这是哪一种抽样方法 答对了 答对了 有没有 按照男生女生的比例 男生抽女生抽 所以他就是把它分成 两个部分 所以他就是分成之后 再去随机抽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